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在病床上休息 竟遭遇两米半巨型蚊子怪兽 本以为在做梦 不曾想蚊子猛然冲进男主的嘴巴里面 然而诡异的一幕却出现了 随着男主不断的颤抖 身为人类的他竟和怪兽融合了 由于核污染的日益加重 导国终于遭受变异怪兽的入侵 庞大的身躯只需两分半笔 便能轻松摧毁一座城市 为此导国不得不出动军事部队进行打击 但普通的导弹对怪兽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 自此 导国通过全民筛选 训练出能够与之抗衡的精英护卫队 他们每个人不仅都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 甚至配备最顶级的武器作战 牛逼 虽然怪兽被成功消灭 但却苦了我们的男主 只因他在怪兽清扫公司当黑奴 专门负责清扫怪兽的尸体 甚至还要求在一周内将庞大的怪兽尸体清理完毕 由于没什么人喜欢干这份工作 所以经常人手不足 身为老油条的男主 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分配到每个人都避之不及的区域 只因要将怪兽完全清理 就需要将其身体每个部位都分割下来 所以对怪兽肠道分割的区域 是每个清洁工的噩梦 毕竟在切割肠道的时候 根本无法避免使花四剑的场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骑着小电鱼回到公司 正准备打卡的男主被同事叫住 今天刚好入职了一位攻读生世川 刚好能分担一下男主的工作 好巧不巧 世川的梦想正和男主一样加入防卫队 不过男主由于考不进去 最后沦为了清洁工司的老鸟 文言世川来了点兴趣 有点好奇男主为什么要选择放弃 虽然男主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也努力过 但奈何自己的能力有限 梦想终究是梦想 不过世川并不这样认为 对于自己的梦想 就算是死他也不会放弃 所以男主因能力有限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世川打心里有点看不起男主 随后众人来到清洁现场 作为新人的世川毫无疑问被分到肠道部位 听到这话的男主不禁的幸灾乐祸起来 然而下一秒直接崩溃 只因上次觉得男主昨天干得不错 于是再次安排他继续清理肠道 然而粪便的味道极其上涛 就算穿了防护服和口罩 半天工作下来都感觉被烟入味了 对于第一次面对肠道的世川 恶心的连饭都吃不下 还好男主早有预料 不仅把多余的维他命能量饮料丢给世川 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堆比赛 也正因如此 下午的工作的清洁工作也没那么难受 很快工作便结束 最恶臭的部位也终于清理干净 就在众人离去之际 世川特意留下来感谢男主 要不是男主的帮忙 自己肯定穿不过这艰难的一天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男主 也对自己早上对他的不懈道歉 不知道男主为何会放弃自己的梦想 不过由于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影响 防卫队的队友招募年龄限制放宽到33岁 虽然别人的人生对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早上当你说出放弃时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很落寞 所以不想男主为此放弃自己的梦想 然而两人谈话间 地面突然蹦出一头怪兽猛然扑向眼前的世川 就在血盆大口准备落下之际 反应过来的男主赶忙扑倒世川 但两人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凭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对付眼前的怪兽 男主让世川赶紧逃跑 到了安全的地方通知防卫队过来 原本世川是不打算抛弃男主 但直到男主说 你的梦想不是要当防卫队队员吗 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倒下 听到这句话 世川最后还是跑了 不过男主并不后悔 他甚至两人留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 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与其两人都牺牲 倒不如让另一个活下去 于是也为世川争取逃跑的时间 逃亡之际 男主不禁回想起小时候的青梅竹马 因怪兽的出现 男主辛苦收集两年半的宝可梦全被破坏 青梅米娜的三花猫也为此死掉 正因如此 两人的梦想长大后要成为防卫队 携手消灭世界上所有怪兽 但仿佛命运的戏梦 长相貌美的米娜成为了防卫队第三部队队长 而自己却成为了后勤队清洁工 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无感 男主也因这一击退被打鼓着了 失去行动能力的他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怪兽的口粮 就在命悬一线之际 原本逃跑的世川及时就下了他 男主有点不理解 明明已经跑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送死 世川觉得 自己的梦想是成为防卫队 如果就这么丢下你一人逃跑 那么自己还有什么资格成为防卫队的一员 虽然很热血 但两人都是普通人 以凡人之躯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怪兽的攻击 看着被袭击的世川 男主心中非常懊悔 为什么自己这么废物 甚至连一个后备都没能保护好 眼前的少女正是男主的青梅名案 同时也是第三部队队长 两人明明已经近在咫尺 仿佛又遥不可及 小时候的誓言 让他没脸去面对现在的米娜 随后受伤的两人被安排在医院疗伤 回想起米娜救下自己的那一刻 清晰地明白两人有这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现在的米娜一瞬间就消灭了 让自己狼狈不堪的怪兽 就在自己沉思的时候 一道声音打破了他 一旁的世川非常感谢男主 如果怪兽出现的那一刻没救下他 那么他现在已经死了 当时男主双目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真的是超帅气 文婷此言的男主内心莫名的触动 小时候和米娜也约定过 看看谁能成为帅气队员 原本已经放弃了他 也因为世川的鼓励 让他内心再次燃起成为防卫队的梦想 然而还没兴奋两秒半 一只巨大的蚊子突然出现在面前 诶 見つけた 見つけた 帰来帰来 先輩 先輩 傷が痛むんですか 先輩 あ え 俺 俺 俺 逃走 先輩 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想成为英雄拯救世界 却不曾想变成了文风丧胆的怪兽 本以为此生再无成为英雄的希望 但直到遇到怪兽的袭击 才发现自己此刻强的可怕 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想成为英雄拯救世界 却不曾想变成了文风丧胆的怪兽 但直到遇到怪兽的袭击 然而就在两分半前 突然变成怪兽的男主把眼前的老头给吓傻了 世川担心老头就这么吓死了 赶忙让男主露个笑脸证明自己人畜无害 到死 这一幕让老头直接倒头就睡 本想看看对方情况 却不料轻轻触碰墙面 强大的冲击力使得墙壁瞬间破碎 剑撞世川赶忙让男主跑路 只因刚刚老头的求救电话 已经让他的轻微竹马前来消灭他的路上 为了不再给医院添麻烦 男主也决定从窗口跑跑 然而轻轻一巴拉 此刻也来不及多想 要是继续待下去肯定会引起巨大的恐慌 剑撞世川带领男主前去安全的地方避难 但他内心非常好奇 从来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怪兽 担心男主是不是被夺失了打算确认一下 结果回头一看 男主不知何时变身成新的形态 差点把世川给吓尿了 不过世川是不是真的尿了男主并不在意 只因此刻他感受到体内的一针尿一袭来 可是这幅身体压根看不到有排泄器官 加上身为成年人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会当尖尿尿 但是真的忍不住了 笑死 世川是真的服了 现在小命都快要保不住了 还担心自己能不能嫁得出去 欲哭无泪的男主好奇 他现在这B案还能考防卫队吗 世川觉得别说考防卫队了 现在的他但凡漏头必备秒 闻听此言的男主内心浮现出一股落寞感 立志成为防卫队的梦想似乎已经破碎 原本下定决心追上米娜的脚步 但凭现在的身体根本无法做到 猛然间男主似乎感受到一股奇妙的波动 地底下隐隐约约有东西不断的在接近 同一时间不远处的城区突然发生爆炸 男主通过感知发现 刚刚袭击城区的怪兽和攻击他们的是同一种类型 这样一来追捕男主的队员必定会减少很多 也庆幸由于男主的出现 市民大多数早已进行避难 现在也是躲起来的最好机会 但男主看着远方冲天的火荒 内心仿佛有着莫名的激动 此时在废区的中心 一个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 来不及逃走的妈妈被压在石头下面 小小的身躯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移动弱大的巨石 然而危险悄然接近 仿佛饰演着麻绳专挑戏处断 乐运专找苦命人 尽管母亲让小女孩逃走 但小女孩依旧不想抛弃自己的母亲 此时此刻 等待他们的命运或许是沦为怪兽口中的粮食 就在血盆大口即将落下之际 母亲心中不断地祈祷 希望有人能救她女儿离开 仿佛是上天听到她的祈祷 千钧一发之际男主闪电般一拳 奏飞庞大的怪兽 看着一旁的小女孩 男主正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受伤 却不料怪兽的模样让她感受到恐惧 也想起世川说过的话 笑死也就在这时世川赶了过来 接着将鸭在母亲身上的巨石斑开后 让世川赶忙带着母女去安全的地方 此刻她想发泄内心的愤怒 猫逼仿佛一拳超人附体 两天半前让自己毫无招架之力的怪兽 现在仅是一拳轻易将其打爆 见状男主让世川带小女孩妈妈去医院 但满身番茄匠的她似乎让小女孩很害怕 为了让她安心些 男主表示防卫队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让她不要害怕 怪兽さ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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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两人不怕 我们两人 走 这一瞬间 和米娜小时候的约定浮现在脑海中 现在拥有强大力量的她 仿佛看见不久的将来 似乎能够完成与青梅竹马小时候的约定 两人并肩作战 一起将所有怪兽驱逐出去 现在32岁的她 这一次的防卫队考试 也将会是她最后一次参加 如果放弃了 那么以后都无法站在米娜的身边 很快米娜也带领队员来到现场 看着满地的残骸 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打算询问目击一切的小女孩 但仅是回忆一下 就让小女孩浑身颤抖 安心しろ 这些怪兽都会让我全满 真的吗 那些怪兽的怪兽 能不能够抵达 是 两个半月后 男主的画像也被媒体放出 至今为止也未发现其下落的踪迹 自此防卫队将其冠以怪兽八号的代号 这也是防卫队成立以来 首次未能成功讨伐的怪兽 也就在这时 领导表示收到世川和男主的信件 而男主在上早班让世川一起拿给他 文言大家顿时就明白 过去每年男主都会在这个时间 报考防卫队队员招募 不过每次都是落悬惨败回来 但这次出事两人都顺利通过 世川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好消息告诉男主 世川真的服了 万一被人看到这张脸 怕是立马变成全程追杀的对象 上次的怪兽袭击 两人都是谎称被怪兽吓跑去避难 信心的是防卫队并没有察觉不对劲 紧接着世川拿出信件给男主 不过男主对于第一次测验合格并不太在意 只因自己每次都是第二次测验时才落选 不过世川担心他测验时怎么办 毕竟到时候考场到处都是防卫队员 万一不小心暴露身份 可能当场就被抹杀 文言男主双目闪烁坚定的光芒 自那以后他做过了非常多调查 可惜还是找不到恢复模样的方法 这次的测验对32岁的他来说 名副其实的最后机会 所以他并不想放弃 转眼间就来到第二次测验时间 男主和世川也来到防卫队基地 放眼望去周围大量持枪士兵叙事待发 要是不小心变身了 怕是死无葬身之地 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双马尾 气势汹汹地让大叔男主将车辆一开 文言男主顿时傻眼了 自己只不过区区32岁 怎么就变成大叔了 双马尾让男主把小破车开走 不然他没地方停车 看着空旷的停车场 男主是真的无语了 感觉对方就是来找事的 殊不知双马尾表示 今天他的幸运数字是5 所以他要停在自己的幸运数字上 但男主对于眼前没礼貌的小丫头 不想理会 只见双马尾身穿战斗服 当激活衣服内的能量时 原本娇小了身躯 竟单手举起两吨半的霍拉拉 这一幕把两人都看待了 紧接着双马尾随意一抛 就轻松扔飞货车 此刻男主心态都要炸了 这可是公司的车 你 君和一体 受験番号2016番 Shinomiya Kikol Shinomiya Kaiju 记住 Shinomiya 那名字是 比较老师 嗯 好像怪兽臭 牛逼 但少女怎么都没想到 男主竟然无法解放战斗服的力量 只因人类只要穿上战斗服 便能解放其中的力量 而树脂也高则代表实力越强 被誉为天才的他解放树脂高达46% 唯一的兴趣便是扑杀怪兽 然而在考试的开始 齐可路闻到男主身上散发出一股怪兽心臭 这让男主大吃一惊 但好在四川表示他们是处理怪兽的清洁工 才让少女打消了一律 也就在这时 男主不知道何时跑去搬回汽车 这一幕让齐可路瞠目结舌 以为男主也有私人战斗服 就在男主耍帅的时候 管家便把他的车位给抢走 不过齐可路也没想到 本来打算过来走个流程 现在反而有点期待这次考核 结果也不出所料 在第二次体能考核中 经常锻炼的男主发现完全比不上其他人 明明自己的工作也属于重度劳动 力量也不应该差那么多才对 仿佛是人到中年不认老也不行 叫死 一开始大言不惭 现在在齐可路面前就像小丑一样 虽然能够使用怪兽力量轻而易举超越所有人 但大家为了这次考核付出不少努力 如果自己使用怪兽力量作笔 简直是太卑鄙了 其实试穿察觉到这次考核 汇聚了各地怪兽讨伐的大学精英 都是顶尖的存在 所以男主名次低也是很正常 其中实力最强的便是齐可路 16岁便从顶级讨伐大学跳级 成为了最年轻的毕业生 也被誉为史上最杰出的天才少主 笑死 没一会被保镖打得鼻青脸肿 不过看着不断触球的男主 齐可路心情莫名的高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中年穷 不过这也是耍帅的话 现在的他已经在淘汰的边缘 世川表示这两年半 最后一项资质检定 考的是怪兽师还处理相关问题 只因近年来氛围感观念逐渐转变 似乎是打倒怪兽 不等于讨伐怪兽 所以他才会去当临时清洁工了解怪兽 最后一关表现好必定能够及格 然而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本以为考官会宣布 接下来是将演习场的怪兽解体 却不想进士考伐里面的怪兽 面对猛然冲过来的怪兽 其他考生都是蠢蠢欲动 唯独男主差点被吓坏了 又一次在齐可路面前出球 男主仿佛都没脸见人了 不过主考官也不会让大家就此战斗 会将怪兽纤维制作的战斗服分配给众人 只要穿上他就能根据身形进行完美贴合 这也是防卫队专门对付怪兽的战斗服 能让装备者战斗能力大幅提升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解放战斗服蕴含的力量 试穿所解放的战力是8% 绿毛出云18% 神月15% 谷桥14% 解放战斗力代表能发挥战斗服多少能力的数值 经过训练的人大多数都在20%左右 正常新生一年有一位超过10%就非常厉害 然而众人都没想到 齐可路的解放战力近高达46% 数值已经达到小队长级别 恐怖的天赋让主考官汉流加倍 难怪会欲为史上最杰出的天才 只有8%的试穿本以为很低 不料主考官表示这个数值已经很不错了 现阶段数值不是0%基本都是合格 更何况至今以来就没有出现0%的人 本以为是测量失误 但男主脸都憋成九成熟数值还是一动不动 不过齐可路不相信男主数值是0 他可是见识过男主停车场所展露的力量 很快选拔测验最终评选正式开始 演习场中放置了36头鱼兽和一头主兽 考试内容则是利用对怪兽武器与他们战斗 每人身后都会搭配无人机追踪 指挥师一旦判定出现生命危险 将会远程启用战斗服上的护盾 届时就代表考核失败 战场上瞬息万变 就连考官也无法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即便如此也要赌上性命的人 就往前冲吧 话音刚落 对自己实力非常有自信的人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数值最高的齐可路瞬间脱颖而出 很快便发现一头野生的鱼兽 健壮 男主信心满满紧跟其后 但奈何没有战斗服辅助的他 就连装备也拿不动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主考官突然通知 最终评选米娜队长也会参与评分 文言男主愣住了 回想起小时候曾对米娜说过帅气的话 内心也逐渐冷静下来 就算数值是零又如何 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不能轻易放弃 忽然想起为什么考官会使用无人机监视他们 如果是以讨伐术为评选基准 只要透过感应器技术就行了 所以这次评选目的 是考验考生能力结合现场状况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而攻击力较低的他们唯一办法 就是协助攻击人员 当看向眼前鱼兽的蹄子 男主立马回想起 前不久解体过的鱼兽一模一样 这种鱼兽因为双眼退化势力极其低 但相对的根绝系统异常敏锐 只要投掷炫韵手眉 便能轻易破坏他的体绝系统 那么眼前的鱼兽就如同火把子一样 紧接着让攻击队集中攻击鱼兽腹部 他们虽然全身坚硬 但腹部异常脆弱 剑撞攻击队也集中火力攻击鱼兽弱点 果不其然没一会鱼兽就被击杀 随后再次出发寻找鱼兽 多年解体经验的男主熟知怪兽身上的每一处弱点 只要配合攻击队击杀鱼兽 那么很大概率能通过考核 忽然一只鱼兽侧面袭击男主 庞大的冲击力使得他不断的翻滚狠狠撞向墙面 顷刻间生命出现一场情况传送到指挥室 判断无法继续战斗 面对步步逼近的鱼兽 男主深知在这样下去远程护盾必定会被激活 启动护盾就代表自己被淘汰 看到自己如此难堪的样子 就在深渊巨口落下一刹那 正准备启动远程护盾时 发现鱼兽突然被消灭 虽然男主很想反驳对方 但其实内心非常感谢对方帮助了他 齐可鲁的举动也让众人明白 他打算一举消灭主兽结束这场考核 见状男主也想跟上去 但被鱼兽的攻击使得他小腿已经骨折 此时的他可以说已经没有战斗能力 指挥师也发现男主身体多处骨折甚至伤到内脏 建议他放弃考核 文言男主非常不甘心 32岁的他这次考核是最后一次机会 但他明白战斗服解放战力只有灵的自己 可能永远都追不上米娜的角度 能与他并肩作战的人 也只有那些拥有天才天赋的人 凄我 第一十字会看到 夢壮一遍 今ら 你 prime看到 一切目的 每一切都要 同时的都给你 决定了 今度 我 今度 好好好